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在国民党初选中失利 但是他的粉丝后援会老虎军团成员不死心串联联署 希望郭台铭独立参选 一周之内获得了大约五万份的联署书 而郭台铭昨天晚间也在联署上贴出了自己的亲笔信 感谢支持者不离不起 郭台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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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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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军团自发性联署 要把红海创办人郭台铭送进总统府 信义区里长挂布条响应号召 不过现在活动突然喊咖 觉得郭董事长目前已经有表态了 因为他并没有说不 而且他也跟柯文哲跟王建民那边都表示善意 第一阶段任务已经达成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休养生息 等待第二阶段看是什么样的任务 小老虎先休兵 原来是因为郭台铭写了这封亲笔信 郭台铭脸书PO出两封亲笔信 信中写道感谢老虎军团成员尽心尽力 不离不弃 台铭永远敏感五内 另外一封则是向大家喊话辛苦了 你们不离不弃的心意我都收到了 郭台铭粉丝老虎军团也发出声明表示 有鉴于联署活动获得郭台铭回应 暂时停止联署 不过这并非结束 而是期待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郭董我们在等你 我们会休息两三天 我们现在期待早日再相会 郭台铭回国之后一直没有公开行程 不过先是和王金平碰灭 又和台北市长柯文哲通上电话 郭台铭的下一步怎么走 小老虎等待主帅吹响号角 再整装出兵 记者叶婷五向三台北长导 谢谢大家